十三先生,我是你的专属管家,以后生活上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我 嗯,这里就你一个人吗 是的,我今天接到通知过来上班,暂时还没有其他人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一万块滑下币 好,现在开始,工资给你翻十倍 对了,我先给你转一千万 你安排人布置一下庄园,用最好的材料 别给我省钱,再请一些工作人员,保镖请他二三十个 我不想再遇到今天的事情,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一千万?随手就拿出一千万? 这位十三先生那么有钱的吗? 又帅又多金,不仅救了我,还那么信任我 感谢十三先生的信任,我一定会把事情办好 喂,十三哥,听人家说你昨天开着法拉莉八八一十二大紧效花出去踢法牙 嗯,就是我 我顶你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剪假? 你衣假财哪里? 快出来让我们现实一下法拉莉八八一十二 顺便称我们吃餐饭 某要有阻效花忘了个班兄弟 好,那你们来杀雕,酒店门口等 我现在过去 有车吗? 有的,在外面 帕加尼风神超跑 价值一个亿的帕加尼跑车 是的,十三先生 这辆帕加尼风神跑车 我刚来的时候就停在这里 系统想的真主导 知道我没车开了 送我一辆世界停机跑车开 哈哈哈哈哈哈 十三 真个是你 叻叻,这辆车是你自己个马 不是话说是法拉莉八八一十二吗 怎么改变成了帕加尼跑车 我的乖乖者价值2500吗 你懂个屁 这是价值顶级超跑帕加尼风神 价值一个亿 全球只有六价 居然有一价在十三这里 十三你瞒了我们哥几个大学四年时间啊 没想到准备毕业了你显露出来 你究竟是那位世界富豪的私生子呢 哈哈,去酒店边吃边聊 总想吃什么随便点 就是说你真是马某某的私生子 就好像电视剧里面的豪门狗血剧情一样 刚刚出世就将你送药了 嗯,对,我也是前天才知道 哎,原来有钱的烦恼 就是不知道怎么解释自己有钱 我的乖乖,十三哥 以后你的大腿我来包了 缺司机吗,我来帮你开车 滚蛋,李嘉 那么大的大腿你包得住吗 十三哥缺领包的吗 我来帮你领包 我不要工资 十三哥你去哪里带上我就行了 带着我去见见世面 十三哥还有我 我什么都做得 行 以后你们哥三个就来我公司上班 明天去楚风集团找赵阳报道 我跟他打一声招呼 哇 楚风集团 那个市值200亿的房地产 我的马压 我去上个厕所 你们先聊 再见 今天 复杰 谢谢大家